現在有多具的遺體是可能進行到一半 然後但是都是難度的很高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確定就是今天一定會不會好 甚至明天會不會好都很難說 因為我們不希望是草率的結束他們的修復 而是希望都是嚴謹的 我們就像思潔一樣 他的家人一看到就說 這就是我家的孩子 我們希望做到這樣 所未珍珠大家都還是一樣的 一樣一樣就是要差一差 他就是手套再戴起來 OK 放貼著這樣子 繼續做 那有說這個無性網紅的這個比較難修復 可能要到後天是不是 後天或大後天 因為他頭顱要重建 衣體他會有一些優質 那會比較滑 那我們已經一整排的修復師 全部手都被縫針刺到 一針的三針的 或是被玻璃割傷的不等 那也非常謝謝就是實際的上人 有派專門的這個醫療來幫他們就是敷藥 甚至是抽血檢驗 然後未來後續會追蹤 那我真的非常感謝是大家對我們團隊 這些工作人員的這個關心 那謝謝在這裡要謝謝大家 因為手套戴久了他會起疹子 那水腫是因為可能氣候的關係 大家又累 所以都幾乎都是那個手都像那個麵包超人 大概都這樣 但我有去買紅豆水給他們喝 應該晚一點應該會好一點 現在有多具的遺體是可能進行到一半 然後但是都是難度的很高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確定就是 今天一定會不會好 甚至明天會不會好都很難說 因為我們不希望是草率的 結束他們的修復 而是希望都是嚴謹的 不過就像思潔一樣 他的家人一看到就說 這就是我家的孩子 我們希望做到這樣 成為 given任何變得好 然後請退去 兩位 做自認恢律 我們幫你arat名 吧 Spider's